那我的名字啊 是我爸爸幫我讀的 真的啊 我爸會看八字 然後他就幫我算 那曾經其實我跟妳講 我17歲還是16歲 就是那時候高中畢業 我原本要去把我的副字拿掉 要改成什麼 徐凱 然後我爸一得知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很生氣就來講 他就說 他講台語 他說這名字 我跟你算過 你不知道 他就說我命中命格 你沒有帶藝術的義 他說我可以去往藝術的方向去走 所以當我要拿掉這個字 他是極力的反對 然後大爆炸 所以當他可能水質會 對 水洗水洗 因為他現在只是用一種 呼吸器在支撐他的人生命 背後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推手 就是從小這樣子 把你這樣捏捏捏捏捏 捏長大的爸爸 好像也是一路很支持你 他在我們家算是嚴復 半黑臉的 他不用罵人 他一個眼神我們就嚇得要死 然後 譬如說我今天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他可能比較晚回家 當他一開門就會 然後趕快把電視關掉 然後趕快去做自己的事情這樣 小時候不會想到說 一個這麼小的朋友要 要他學一個藝術 這件事情其實蠻難 你知道我的名字啊 是我爸爸幫我取的 真的啊 我爸會看八字 然後他就幫我算 那曾經其實 我跟你講我17歲還是16歲 就是那時候高中畢業 我原本要去把我的副字拿掉 要改成什麼 徐凱 然後我爸一得知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很生氣就來講 他說 他講台語 他說 這名字我跟你算過 啊 你不知道 他就說我命中命格 你沒有帶藝術的藝 他說我可以去往藝術的方向去走 啊 所以當我要拿掉這個字 他是極力的反對 然後大爆炸 他可能就算了那個筆劃 哦 哦 對然後可能你看有甜 啊 對就覺得 哎 好像 藝術會帶給你很多的不一樣的收穫 這樣子 啊有準嗎 蠻準的 要不然你看我現在怎麼會走唱歌 爸爸也有要求你學語言這件事情哦 是 日語 啊 因為你知道我小學三年級開始歌唱比賽 是 然後去學唱歌 然後因為那時候中南部其實有很多的小朋友 你看 我們的明天之心那幾個 都是我小時候跟他們一起比賽過的 哦 對 手下敗將嗎 沒有手下敗將 大家都一樣 我爸就覺得說 嗯 大家都一樣唱台語歌 就是要多一樣跟人家不一樣的 哦 對耶 那時候他會就去書局 買那種什麼 日本演歌 300 300曲大拳那種的 然後就叫你回去背那個50音 很小的時候就要開始背 對 啊那個50音其實我是看不懂的 他是旁邊有註解 然後就是一個音一個音去背 死背這樣 但現在應該比較游刃有餘了吧 現在是因為國中之後你就開始哈日足嘛 哦 對對對 透露年齡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自學日文 其實我跟你講小時候真的是要謝謝我爸爸的原因 他雖然帶我去全台灣歌唱比賽 但是他也帶我去體驗了很多不一樣的環境去唱歌 比如說會有那個五台車你知道嗎 就是一台車然後變成變形金跟他展開 我知道那我像之前那個黃金夜總會也有 對超夜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我爸就認識了那個車主大哥 然後他說 我跟你說 你讓我怕去唱 他不用錢沒關係 啊你免費 我就免費去唱 那你唱了很多次嗎 很多啊 那他不是賺到嗎 可是小時候我爸是希望我去 有經驗 對 去賺取一些經驗值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只是傷勢沒唱 要不然婚禮 廟會 等等的我什麼都去唱 你剛剛是也想要去挑戰看看的意思嗎 其實是真的 那個不好唱耶 其實真的有唱過 哦 我在入行之前 那那個場合你當下不會覺得很震撼嗎 那年紀那麼小 我不會啊 十七八歲你大概也心自成熟了 對 只是要唱的歌你就要是很符合那一種 真的就是他們的需求 你有唱錯歌過嗎 沒有 不能唱錯歌 絕對不能唱錯歌 很尷尬耶 比如說就要唱那種柔和聲啊 因為長輩離開這樣子 對 也是啦 不容易耶 要當歌手其實要經過很多千錘百戀 才有辦法走到今天 大家以為徐富凱隨便唱一首歌 就是他前天晚上先聽好嗎 沒有 他是這麼多年的時間累積